我觉得吴敦一讲这个话是不了解民主政治 政党跟帮派不同 帮派退出四海帮 退出竹联邦 要被断手断脚 政党政治是你可进可出 随时可以进 随时可以出 各位 全代会上站在吴敦一旁边还有一个副主席叫郝龙斌 他是民国八十年参选立委 代表新党 被国民党开除 他后来一样回到国民党 代表国民党参选市长 而且代表国民党现在是党副主席 他的父亲郝伯春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民国八十五年一样被开除党籍 跟林阳港搭档参选总统 两个都被开除党籍 最后两个都毁了国民党 各位说这太遥远了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专访赵召康的 韩国瑜的赵召康 民国八十二年一样被开除党籍 可是还记不记得 上次国民党在2014海啸之后 请他回去当行政院副院长 所以各位民主政治进进出出 理所当然 现在清明党的主席叫宋楚瑜 民国八十九年自行参选 被开除党籍 结果民国四年之后 民国九十三年 连赞把他找回去干嘛 连宋和 而且后来连赞讲 还准备请宋楚瑜当党的秘书长 将来接国民党党主席 所以民主政治 只要郭台铭愿意 没有什么对或不对 什么非兰不投的 不过这可能突显出 吴敦义的一个担忧 不管哪一个分 你们都要非兰不投 就是有很多分 他现在不投兰 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我相信 今天就像我所说的 当你羞辱完一个人之后 你再去跟他合作 我相信 郭台铭大概最痛恨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韩国瑜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特别谈到爱到最高点 恨到最高点 是动员所谓的 群众力量最快速 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藏到这个甜头 他的恨到最高点 不但是对民进党 对蔡英文 对马英九一样 你可以看他过去的一些 只要在党内选党主席的时候 大部分的矛头都对向了马英九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在他八年执政上 国民党从七百多万票 滑落到最后 朱立伦寿几乎拿不到四来万票 原因何在 就是认为你本身是一个 国民党很多人认为 是你失掉的执政权 他用痛恨马英九的方式 然后把这个马英九头上 再长个郭台铭 他们怎么羞辱郭台铭的 郭台铭是 马英九叫他出来选的 又请 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总统的选举 太太影响不了先生 儿子影响不了爸爸 只要今天我们选举过的人 议员选举可以套交情 市长选举谁也影响不了谁 总统选举可能会因为 几十年交情都翻脸的 你今天连父亲都影响不了儿子 太太影响不了先生的总统选举 郭台铭这个大老板会被你韩国瑜 会被你马英九拱出来 不是投给谁 是自来出来选总统 不可能的事 这是一个民主常识的一个ABC